唐太宗李世民快不行了 但他却还惦记着五妹娘 然而这话一说完 他就打卡领了盒饭 带着对唐朝大业的遗憾 对儿女家世的失望 对五妹娘的爱与忌惮离开的人世间 而依照惯例 李世民死后 被他宠幸过但没有子嗣的嫔妃公女 一律发配到感业司替发为民 妹娘慌张极了赶紧找到李志 让她想办法留下自己 但李志却表示 可俗话说得好 男人的嘴骗人的鬼 李志说接就一定会接嘛 妹娘心里忐忑极了 但她能做也仅仅是再三哀求李志 千万不要忘了自己 伴随着新帝登基的月生终生 妹娘被迫削发为泥 开启了人生中最为难熬的一段经历 至于李志在登基后 直接就将妹娘忘了的一干二净 整天除了榴莲鱼各嫔妃宫中 就是与萧淑妃一起享乐 一起吃猴王丹 臣妾 相依皇上 共入陷阱 好不好 好 我们一碗 我一碗 咱们一碗吃 吃饱喝足了 两人还饶有兴致地玩起了咖啡 萧淑妃穿上李志的龙袍 李志则扮作萧淑妃的扭捏姿态 恭迎圣驾 艾妃平身 谢陛下 哈哈哈哈哈哈 难道艾妃 小陛下 不像皇上吗 哦 不 臣妾 不敢 朕 看你如此恭顺 又为朕生养二女一男 朕 就封你 做皇后吗 两人玩得是不亦乐乎 萧淑妃还趁着李志高兴 穿多她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 可哪知一说到这个话题 李志就不大高兴 因为虽然他是皇帝 但立太子这种事情做主的不是他自己 而是国舅爷 只要国舅不同意 萧淑妃的儿子永远成不了太子 不过李志对此倒是看得挺开 不行就不行嘛 也不是什么大事 即使行乐最重要 与此同时 远在赶叶寺的妹娘 那生活可就凄惨多了 他人在寺庙心却一直停留在宫里 每天都期盼着李志有朝一日 能将自己接回去 但李志那边却始终没有反应 再加上在这赶叶寺里 不仅要做早课诵经 还得挑水做苦力 可妹娘从小娇生惯养 哪里干过这种活 十分吃力 身心皆受到了打击 整个人彻底萎靡下来 直到这天妹娘在挑水之时 一个老尼姑突然跑过来帮忙 妹娘才第一次感到了温暖 对这位尼姑万分感激 可她不知道的是 这位尼姑其实早就已经心里扭曲 最爱的就是美貌少女 跟我说说 啥叫重兴 说呀 先帝是怎么重兴你的 话说李世民死后 一代女皇武则天 就被发配到感业寺中 生活过得很是凄惨 不仅要做苦力 还得面对老尼姑的纠缠 妹娘实在是受不了了 于是她找到前来送衣物的王公公 求王公公把这个带给皇上 这是什么 皇上一看就知道了 有劳王公公了 就说妩媚 在这一天也等不下去了 王公公之前 没少从妹娘这得到好处 再加上之前她恰好撞见 妹娘与新皇李志亲热 于是答应帮忙 而这块玉佩 是李志送给妹娘的定情信物 可让妹娘不知道的是 李志早已将她抛之脑后 在王公公故意将玉佩 掉在她面前时 她一脸茫然 王公公听此让李志仔细看看 并且提示她 这玉佩是宫中的款式 李志哼笑一声表明 是还挺好看的 你好好收着吧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王公公只能将玉佩拿回来 并拆一位小太监 将这玉佩再送还给妹娘 毕竟她已经人之意尽 妹娘慌了 皇上 看没看见这个 王公公说 皇上见了 就是 她没想起来 让武裁人 好自为之 说完小太监转身就走 而妹娘则呆呆站在原地 想起了公主高阳说过的话 做了皇上的人 身不由己 情不由己了 三宫六院 妻妾成群 如何还能想起你来 这一刻妹娘心如死灰 她走到井边 将那玉佩扔了下去 这一扔扔掉了与李志的情谊 扔掉了桃李赶叶寺的希望 代表着妹娘已经任命 可哪知玉佩才刚刚沉底 宫里就传出消息 说新皇李志要来赶叶寺上香 妹娘眼睛一亮 心里再次燃起希望之火 她急匆匆跑到前院 连连喊着皇上企图 引起李志的注意 怎料李志压根没搭理 而是静止走了过去 妹娘不甘心 同时她也知道 这是自己逃离赶叶寺 最后的机会了 于是她一直跟在李志身后 看到她骑的那匹马 正是自己曾经驯服过的 一个念头顿时浮现在脑海里 说干就干 妹娘用驯马之术 将马引进了后院里 李志一个不注意 就从马上摔下 妹娘见此赶忙上前搀扶她 猛刷存在感 皇上 你不记得我了 别狮子葱都记得妹娘 没想到皇上 早忘得干干净净的了 你是 你是妹娘 李志这个花心大萝卜 可算是认出了妹娘 接着妹娘诉说 自己生不如死的生活 李志也连连安慰 甚至立刻吩咐下去 教训教训那些 欺负妹娘的失态 但是李志并未打算 将妹娘代理感业寺 一代女皇武则天 竟平平受到尼姑的骚扰 好在妹娘牙尖嘴利 一口下去成功逃脱魔爪 并引起了新皇李志的助力 但让妹娘没想到的是 李志压根没打算 将她接进宫去 妹娘连连后退 心中万念俱灰 她终于明白 男人靠得住母猪能上属 晚上 妹娘心灰意冷靠在床边 思考人生 助持见此开口嘲讽 凭你 早就看出 你不是个安分守己的人 你身居佛堂 心中没有一刻不想着男人 可是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 你会以色祸君 居然迷住了当今的皇上 可是先帝制定的规矩 不能违抗 你要是触犯四规 我照样可以罚你 再说了皇上把你放在这里 就表明了只是图一事快活而已 你好自为之 说完转身离开 留妹娘一人独自惆怅 而李志回宫后 糟心事一件接一件的来 先是高阳公主强行闯进皇宫 给驸马房依爱讨要官职 后又因为立太子一事 跟国旧长孙无忌闹僵 好不容易回到后宫放松心情 可萧淑妃拉着她就开始问 什么时候把她儿子立为太子 还没哄好萧淑妃 皇后又差人来找她 也是说得立太子一事 李志头都大了 只想找个地方躲躲清静 于是她再次来到赶夜寺 敲响了妹娘的房门 谁呀 妹娘 朕看你来了 妹娘听到这熟悉的声音 一个剑步冲到门口 就想打开房门 但手刚碰到门 她突然停住了 这里不是大唐天子来的地方 请皇上回去吧 朕就是来看望你的 快快开门啊 妹娘紧皱眉头 刚刚住持的话提醒了她 她要的不是一时的欢愉 而是长长久久 于是妹娘告诉李志 自己的心已经凉了 皇上请回吧 我没知道 皇上过去与五妹好 只不过是图得一时的快活 今日也是如此 可是以前的五妹已经死了 现在这里住的 是不是人间咽喉的泥骨水晶 不会是皇上快活的 皇上就不要勉强了吧 难道妹娘 就再也不想看看朕了吗 五妹夜夜都梦见皇上 又怎么样 李志听此当即开始忏悔 并再次发誓说 今后一定会好好对待妹娘 可妹娘已经不幸了 丝毫不为所动 李志见她态度坚决 也没了办法 只能叹气离开 然而就在她转身的那一瞬间 妹娘把门打开了 这一开不仅是开了房门 更是打开了 妹娘人生转折点的一道大门 李志见门已经打开 飞身跑进屋里 一把将妹娘抱起向床走去 两人再次成了好事 不得不说 五妹娘这招欲擒故纵 玩的是真好 至于妹娘还能不能回宫 该怎么回宫 这个我们下期接着讲